2024年5月1日 2014分左右 广东梅大高速大浦 往福建方向K11 加900米 附近发生高速公路路面塌陷事故 查阳路段出口方向2公里左右 截至5月1日15时 经现场核查 事故共造成20辆车陷落 未发现微化车辆 客车等大型车辆 涉及人员共54人 其中确认死亡人数24人 30人正在医院全力救治 暂无生命危险 目前相关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 相关视频显示 事发时 从高速掉落的车辆着了火 且火是较大 有途经 事发路段的车主 在网上留言称 多辆车从高速掉下去 现场听到了爆炸声 发现不对劲后 有车主停车 将后面的车拦了下来 大部县一位当地居民 告诉澎湃新闻 此次高速路面坍塌的地方 位于梅州市大部县茶阳镇 据其提供的照片显示 多辆从高速掉落的车辆 已严重烧毁 还冒着烟 一位网友 向澎湃新闻表示 他的朋友 开车从深圳去福建旅游 不幸从高速掉落 当时车上 有三个大人和两个小孩 目前均未联系上 该网友称 这个朋友是和 另外一个朋友 一起去的 开了两辆车 另外的朋友 刚好去了厕所 从而逃过一劫 目前 事故原因正在进行调查 接到事故报告后 广东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 迅速指挥调度救援工作 梅州市以及 大部县 公安 应急 消防 卫健等相关部门 迅速赶赴现场 开展救援 梅大高速 双方向车道 已全部封闭 车辆需注意绕行 中国以其雄心勃勃的 大规模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而闻名 这些项目 在过去几十年里 推动了经济增长 和社会发展 然而 随着这些项目的运行和老化 基础设施维护 也成为了一项重大挑战 现在中国经济 快速恶化 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导致了维护工作的延迟 或不充分 加上近期 华南地区涨时间 降雨对地基 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导致了惨剧的发生 令人叹息 公开资料显示 梅大高速 也称为梅龙高速 是连接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 与大布县的高速公路 于2010年1月11日 动工建设 并于2014年12月31日 竣工运营 梅大高速 起点位于梅江区三角镇 京梅县西阳镇 丙村镇 雁阳镇 大布县银江镇 大麻镇 终点位于大布县三河镇 公路线全长61.3公里 采用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的双向四车道标准进行建设 设大桥 特大桥48座 隧道14座 互通力交5处 总投资约为56.37亿元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官网资料显示 梅大高速 建设单位为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另据公开资料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于1994年经广东省交通厅批复成立 是由广东省公路管理局投资组建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该公司从2000年9月8日起 于广东省公路管理局脱钩 移交给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管理 成为后者全资子公司 据《广州日报》2006年报道 梅大高速建成后 上海到广州的高速公路行程将减少150公里 可比原来节省近两小时的行车时间 梅大高速的开通为越东北 往福建华东提供一条快速便捷通道 使广东的高速公路网更加完善 2011年 广东省督察组到梅州指出 梅大高速公路建设是关省委 省政府县线通高速目标的顺利实现 也是造福大浦革命老区群众的民心工程 德政工程 目前尚未有关于此次他方事故原因的信息 过往公开信息显示 梅大高速公路地形地质复杂安全风险高 资料显示梅大高速途经南岭莲花山脉沿途多维山岭重秋地带群山突兀沟河密布地势陡峻 谷地狭小远离城镇 大型机械难于发挥优势 施工难度以及施工量增加 全线桥穗比例达51% 为当时岳省山区高速公路中最高的 施工期间多次出现冒顶 塌方 透水等高风险情况 比如 大部线广播电视台就在对梅大高速27的报道中称 短短的9.8公里当中就有两条超千米的隧道 阳公岭隧道 三河隧道 因此项目建设必然造价高 施工难度大 安全风险高 梅大高速公路建成后 沿线不止一次发生过自然灾害造成的事故 比如一年前的2023年5月初就发生过较大的山体滑坡 近期广东的强降水也对这条建成不到十年的高速公路形成考验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官网4月30日发布的一则消息显示 受持续性强降与影响 广东部分地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受损 截至4月30日16时 高速公路受影响路段共计19处 已恢复6处剩余13处封闭部分车道 普通国省道受影响路段剩余9处 仍处于双向交通管制状态 就是要感谢你们缆车啊 因为你不断掉就大家我们大家都去关门 我该为了谁而存在